本期节目是参与2023技术播客节共创的一期内容 大家感兴趣的也可以上微信 小宇宙 苹果Podcast等关注整体活动 去收听订阅其他友台或社区共创的内容 大家好 你正在收听的是由欧长坤和杨文组织的购业聊 购业聊是一档主要针对购业发展时的技术讨论节目 我们的宗旨是让更多的人了解购业的发展历史和未来规划 希望大家在这里可以了解到购业的方方面面 如果你觉得购业聊做得还不错 欢迎你推荐给身边的朋友 如果你对我们有任何意见或建议 请给我们来信 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hi at talkgo.fm 我是杨文 大家好 我是欧长坤 大家好 叫我安丽就可以了 欢迎安丽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节目 我们很高兴可以邀请到安丽 安丽的话是有多款开演项目 可能大家有一些已经知道了 有go let 然后有unt 然后也有go post 我们要不先让安丽给我们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安丽 好 我16年毕业 一开始是在腾讯那边工作 我是16年 然后到18年底 然后后来就离职 然后就去了那个亚马逊那边 然后在在亚马逊那边做 做SDE 在那边待了 待了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吧 然后就离职了 然后就又回到那个训 在那个腾讯游戏里面做那infra 就做一做基础架构 然后主要的话我 我从毕业开始在腾讯亚马逊 主要工作 就是我使用过的语言的话 就是C++ 然后python 还有就是Java 还有就是go 后来主要是在用那个C++跟go 然后做了一些开源 然后也给比较大的一些开源项目 贡献过一点代码 对我个人的一个个人的一个方向的话 可能就是主要是网络编程相关的领域 嗯 大致 OK 那潘少你就是这个刚也提到有多门开发语言的这个经验 并且也有一些开源项目 那我们就先来说一说就是你跟个语言是怎么去接言 就怎么去接触到个语言 并且开始去用它 然后也用它去做了一些开源项目 你为什么喜欢它 好 我第一次接触到go 应该是在大学的时候 大三左右吧 因为就是上大学的时候 我一般是教那个语言 一般是从那个C跟那个汇编开始 然后后面会学一些更上层一点的语言 就C++ 然后Java 还有就是后面就自己自学的那个C Sharp 在大学的时候其实我自己的话可能就是就就干的事情就就比较多比较杂吧 就是就是各种语言的那个事情可能都都都做过 然后就是用那个就是说用那个C Sharp然后去做做过那个 然后去做那个网页 然后还有就是用Java的话也做过那个 也做过后段 然后还有就是用Java也写过那个安卓 对不对 然后 然后用Ci家的话 因为Ci家也尝试去去做过那个 那个那个Windows上的那个那个就是那种图形开发嘛 就是做像比较老的那种那种像是MFC 然后后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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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接触到就是比较新的那个QT嘛 然后都做了一点点东西 然后后来后来就是接触到了那个Go 可能一开始是在那个图书馆吧 看到那个许世伟的一本书 对然后他那个标题那时候我记得应该是说够语言 然后然后复标然后就是一个冒号嘛 然后就是说是互联网时代的C语言 所以所以我一开始是被这个书的这个标题给吸引了 因为我个人是比较就比较喜欢C语言的 因为那时候学包括后面学那个C++ Java还有C Sharp 这些都学过了之后 其实我个人还是比较比较 就比较钟情那个C语言 因为我觉得就 C的他的那个语法特别简洁嘛 然后就是简单而强大 简单而强大 然后 我看go的那个语法也是就是这一点跟go是比较契合的 就是他也是他的一个特性特点 他的一个特点也是简单而强大 但是因为C的话 因为他可能就是发明的比较早 然后可能也比较相对来说相对来说会比较底层一点 所以他也没有太多的那个 太多的比较好的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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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库 比较丰富的一些标准库吧 然后 因为go推出的时候他他其实就就就就自带了一套那个很 就比较丰富的一个一个标准库 然后可以做的东西就就就就会比较多吧 然后也可以做很多比较好的东西 对 所以所以一开始就是因为 许世伟大佬的那本书 然后去学了一下之后 然后自己去尝试了一下 发现就是他就是他跟C就是有一个有一个很很很重要的一个一个共通点 就我刚刚说了简单而强大 对 就是他他的这个特点或者说他这个特性就是我特别喜欢 所以后来后来就就就就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应用场景 因为go的话 那个时候他 还没有还没有在在 在国内就大大规模的在在应用 所以那时候其实还是在用其他语言在在就是实际上要做一些东西的 还是在用其他语言 但我一直就是对go有保持关注吧 所以直到后来其实直到后来工作以后 才才慢慢的 因为那时候go的那个版本也逐渐成熟了 然后也国内国外也有很多公司开始在用 而且那时候那个那个 那个所谓的go的那个所谓的killer叫什么killer app 就是杀手机应用嘛 然后是那个docker嘛 好那个时候是已经出来了 对吧 然后然后所以他他他他对对对go的那个推广 在全世界推广就是也也有很大的一个助力吧 所以在国内在国内也也慢慢就是开始开始流行吧 就是还没有特别流行 但应该是也是开始流行 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在在在公司就开始尝试去去去去用用go去写一些新的一些项目 然后用起来也是很顺手 用起来也是很顺手 所以这也是我我特别喜欢的 特别喜欢他的一个原因 刚开始就是看到许世伟的本书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时候 是一几年了 这个时间还真确切的时间 我我我印象里是是大二大三的时候 啊 大二大三那时候应该是一一四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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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左右 对应该是一五年左右 啊一五年一五年的那个时候 对 我们当时就我前公司 一五年的时候都也切换到个园 那个时候就在国内的话个园也有一些声量了吧 对当时 那安迪你是基于什么样的契机后来开始的考虑给go的仓库做共享 哦 这是个好问题啊 是是当时 这个的是因为就一直在关注嘛 然后然后那个时候 因为我应该是一九年 一九年开始一九年开始给go那边 去奉献了我的第一个那个commit嘛 然后一九年就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因为我自己就自己已经做了两个两三个吧 两三个就是就是 还有点关注量的那个go的那个开源项目嘛 然后就相当于是自己在玩 然后 然后后来 就因为其实就一直有在关注这个go的这个项目 而且而且而且也时常有有在看那个圆码嘛 就开始看圆码 开始看圆码 嗯 因为也看了看了看了有有那么一两年的时间 然后 呃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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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我看到那个 go的他的那个 那个 那个 他的wiki上面 就有 就有 有 有一个他的那个官网的那个链接 然后就讲 讲是怎么怎么给那个go的这个藏库 去做那个贡献 然后那时候刚好就把他就把他看了一下 对 然后 看了一下之后就就有一点跃跃欲试的感觉 然后 然后就 然后就去看了一下 看了一下 他的 他现在的其他的其他的那些第三方那那些贡献者 然后都 就都在给go贡献者嘛 什么代码嘛 然后整个流程什么的 然后那时候看看完之后就是发现 啊 就是就是go的那个那个就是google之外 就他们go team go team之外的那个贡献者还是很多的 所以 这个可能也也给了我一种信心或者说鼓励吧 因为感觉确实是一个 就是一个 太原社区很活跃的一门语言 就是 就是也是比较可能团队就是go的团队 团队也比较欢迎就是啊 外部的贡献者去去去去贡献那个代码 所以那个时候就就就就抖胆尝试了 抖胆尝试了一下 就是从从从几个比较小的改动开始吧 然后就是基本上是在熟悉他的那个流程吧 那你还记得你的第一个commit 或者说sell是做什么 我的第一个应该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很小的一个改动 就是 就是他的标准库那个stream streams跟那个biz就是那个制服创跟那个 就跟那个字节那个 那叫什么就字节流的那个那个那那那两个包那里面有一个很小的一个 也不是一个bug也也不是一个性能优化 其实就是一个习惯的一个问题吧 他那个就相当说是是是一个代码写法的一个问题 就是对实际的那个实际的功能啊 没没没有什么影响 嗯然后 对其实就是说做供建嘛 可能刚开始先开始吧 就是有一些东西或者有一些追求的东西可能就是在 你不断追求的过程当中 或者不断去了解的过程当中 你能去切入到更深层的 不管是说内容还是说这个基础点 对 我看到就是你的这个在勾浪上面的贡献 其实现在在全球的话也排到大概第77名嘛 所以其实你后面应该也有持续在去做贡献 那你后面的这些贡献是来源于哪一些 推动你去方面了 就去做这些后面的话 后面就是大概你熟悉了这个流程以后啊 就是我我我这边的话 就是就就其实在在在整个的就是在前面几个 那个我提的那个pr或者说那个cl 就是的就是给给他们提的 这个这个这个就是这个贡献的这个过程中嘛 然后就go team那边是需要review嘛 对吧 他需要那个review你的代码 然后然后可能会有一些会有一些comment 然后就是说就就让你去去去改进啊 或者干嘛 然后你改完之后再再重新再重新push 然后再大概就就相当于是跟这个reviewer 相当于是就一直在交互嘛 就是在前几个我我提交的这个comment 这个过程中间我我我个人的体验是比较好 就是就是我感觉因为因为我当时就当时 其实可能前面一些都是一些比较小的一些 一些贡献吧 当然有看到是可能是一些很很很知名的一些一些 一些程序员大佬对吧 然后就是你之前就可能就就就就已经有知道的 然后比如说比如说就是可能跟我这边就是交互最频繁的 就是就是review我很多代码的那个叫叫 叫ean对吧叫ean taylor对吧 他他是可能就是大名鼎鼎嘛 然后还有其他的那个其他的大佬 然后整个过程中间就发现就是 就是大佬们都很很很nice对吧 然后就很很也很谦逊 然后给就是给就给我们这种这种新人菜鸟对吧 然后是呃感觉是非常好就是所以所以这个这个体验 是是导致说后面后面还还想说持续的给 够了那个圆马之后贡献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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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之一吧 对吧 然后第二个是当然第二个更更主要的一个一个原因 就是说是自己想学习嘛想学习进步 然后我想通过通过通过这个这个学习他的那个 呃一门编程语言的他的一些圆马对吧 就是精进自己的的编程能力 或者说是是技术水平吧 对这个当然是可能是是更大的一个更大的一个一个主因吧 对所以后来就是因为后来也持续一直在看 够了一些圆马然后看的过程中就是就就会发现有一些地方 可能是可以优化的就是从我自己的观点来看 或者说有更好的有更好的写法 或者说你想给他加一些加一点东西进去 就是你自己自己想要就觉得够应该有的一些东西 就大概是是是这样的一个就是在在在看圆马的过程中大概有有有有有这些想法 所以就慢慢就就给他加 但后来还有一些是可能会呃时不时去关注就是购物在那个github上面的那个issue 对吧那有人提bug或者或者说有人提那个proposal 就是他想在网购里面加东西加一些新的api啊 我加了一些新的功能或者是呃是呃反馈一些bug 然后你如果说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你觉得你能你能修复这个bug 或者说你能给他这个给他给他的这个提案 你能实现他这个提案那这样的话你就会就可以顺手去做嘛 ok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其实也不断的在看圆嘛 然后也不断的再去解决一些issue的问题嘛 哎那你自己有过呃比较说我去学习这些东西跟我当时的一个预期学习的内容和跟我在工作当中 因为其实开圆或者说给go做开圆的话还是呃相对说是在业余的时间去做嘛 嗯对对对啊我不知道就是你自己现在回过头来去看的话呃有没有一些就是你自己的一些想法 或者说观察点呃你是说在给他在给go这个贡献圆满的过程中就自己实际的工作 或者说自己的编程能力有有有有比较相关的一些正反馈就比如说我自己之前 做的钱做的比较多的就是像做的比较多的一些一个方向就是那个那个网络对吧就是就是网络编程啊 所以后来我在go里面的一些一些贡献就是也也是跟跟跟这个有有一些相关嘛 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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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的呢就就最早的给go的那个那个那个仓库去贡献了一些一些元嘛 包括后来贡献的一些可能就是比如说在在Linning上就对因为我我因为我这边就是也是包括工作或者是业余自己在研究的其实 研究最多肯定也是那个那个Linux嘛就是所以那个Linux上面的那个网络的一些东西网络啊Io啊这些东西 然后后来后来的贡献里面其实也也有跟跟这部分有有很大的很大的一个关联性的一些一些一些相关的一些对的一些代码贡献 比如说那个Linux上面的的那个Io多罗附用的那个技术就是一破嘛就是我我贡献过就是有好几个就相关的 那个就相关的那个commit啊包括后来后来那个Linux的那个ZeroCopy的那个技术 后来也有也有给那个贡献到贡献里面去然后包括现在还有一个在在在在pending状态的一个pending状态的一个pr 也是那个林口贝相关的对所以所以我感觉还是还是相关性还是很大 因为就是我自己才做的这个方向吧就是这样包括包括呃我以前在在公司里面我们当时也是做这种这种底层这种infra对吧嗯可能是那个运营商服网格这些东西那底层底层其实就是网络的东西 最主要就是这个这个方向然后我感觉是有相得益障就感觉就是是是一个互互赢的一个互赢的一个结果吧包括我自己用go写过那个网架嘛就是我自己自己也在学习然后实践就是学到了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蛮好的一个循环吧就是他整个就是我自己学到的一些东西然后我自己去做开源项目就把这个东西应用到那个开源项目包括说 说可以甚至可以给给给这种非常基础的这种编程语言把把把这个这个东西给他加进去嗯相当说做做做一点自己微小的一点贡献吧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好就是在这个这个过程中你自己先学自己先学习然后再动手去做然后你可能就可可能提交到那个go的那个仓库里面里面去的时候 你又可以和go团队的这些大佬可以进行一些交流就是他们会给你的那个那个代码会有一些feedback就是一些comment然后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又很有可能你又能学到很多新的东西就是你可能觉得就是可能你一开始你觉得学完了之后你感觉你感觉已经哎比较就掌握的已经比较好了 但后来可能你做的时候又发现哎这些大佬还是他们的多年的这种经验或者说他们比较比你更更加造诣更深的这这方面的知识储备 然后又又又可以给你一些很很很实用的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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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见或者说一些反馈这样的话你又可以反反过来你又又又可以提升自己对所以我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一个过程那你觉得你觉得在你贡献的这么多commit里面哪一个是你比较影响深刻的觉得哪一个影响力给给个团队带来的影响力最大或者给整个go 这个刚刚刚提到的说印象最深刻跟那个跟他跟他这个贡献实际的那个影响力最大可能他我觉得他可能未必是同一个东西他可能没有办法他不一定是是说兼具这这这这这这两个特性我可以先说一下我我那个印象最深刻的 这这一两次两次两次那个那个那个代码工线吧我呃第一个就是就是早期的时候就是早期的前几个前几个工线里面有一个是是是是是是 啊它的改动量会稍微大一点点然后那个东西主要是什么呢那个东西它其实就是那个啊就是操作系统那个L多路附用就其实还是够网络相关的一些东西它那里面有一个 那里面有一个比如说拿那个Linux举例嘛然后他他用的是那个ePort嘛然后ePort的话他他他那个runtime就是go的那个runtime他他需要时不时的去就是就是就是用户就是用户用go进行网络编程的时候可能有很多链有很多链接然后go的runtime需要管理对吧而管理他他是他就是使用那个比如说在Linux Linux平台上他用的就是那个ePort去管理然后就相当于ePort这个iO多路附用他就是一个一个所谓的event driven就是一个事件驱动的一个模式就相当于你的连接有有那个iO读写的那个还有有iO读写的那个那个那个任务之后他才会把它唤醒他才从那个啊从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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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Port监听实例里面去把它唤醒对吧然后就就就给拿出 那平时没有的时候那如果说在一个一个时间窗口内没有没有这种这种iO试剑的时候那他那理论上来说他应该其实就是一个就是go的runtime在在用那个ePort wait在等等待这些事件的过程中他其实就他其实就是一个阻塞的一个状态那go的runtime就如果熟悉有一点了解 可能就就是了解这个go的那个圆码的大家知道就是这个runtime他他在管理这个就这些连接的时候他需要时不时的时不时的去去去去唤醒去唤醒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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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Port wait的这个系统调用那在这种在在这种情况下他以前就是他他以前就是就是他每一次调用 就是会他就是通过一个通过Linux上的一个pipe就是一个管道然后就是提前把它注册到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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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Port的那个监听里面去然后唤醒他就是通过往这个往这个pipe的写入口就写入一个写入一个就写入一个信号然后这边的话那个ePort这边的这个监听实例他他就会把它唤醒那以前 他就是就是每每调用一次这个这个就是这个runtime想去唤醒一次这个这个ePort wait的话他就会去调用一次就往就就往这个这个pipe这管道里面去写去写一个信号然后他就把它唤醒但是他每次往这里面去写一个信号的时候其实就是一次那个系统调用了然后我后来观察到这个东西我后来观察到这个东西之后我看到 我就觉得这个这个地方有一定的那个可以优化的地方就是你每次你每次去去尝试去去去去唤醒就是这个这个ePort监听实力的时候其实不一定每次都要去去真正的去写写那个 写那个pipe因为这是一次系统调用系统调用系统调用其实理论上理论上来讲他需要从那个用户台进入到陷入到那个内科台其实总归是会有一点损耗是有那个成本的所以我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相当于说我当时想就是说可以做一次聚合吗 就相当于说每次你往里面写你要唤醒的时候其实你比如说假设说如果有那个有有并发去调用那个需要调用那个函数去去唤醒这个这个ePort实力的时候 如果是以前的代码就是以前的代码他就会你比如说你调用两次三次他他就会写两次三次就就会有两次三次的那个系统调用那后来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是可以优化的所以就是说其实如果你只是并发的调用而且是在同一个比较短的一个时间窗口内的话其实你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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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写一次就可以 只只掉一次那个系统调用就可以了 然后因为你多次是可以聚合对吧你这个这个短时间内你短时间内如果你有100次当然当然可能没有那么极端啊就是说 但是如果是以前的那个代码的话他也会写100次也会有140那些那这个就没必要就是其实可以做聚合 所以我当时这个改动就相当于说往里面给他加了一个全局的一个一个原子变量吧 然后就是说在在一个时间窗口内的就把它们聚合到一起就是你写完一次系统调用往那个pipe里面写写一个信号之后就把这个系统变量 这个系统这个全局的那个原子变量给制把这个把它那个状态把它把它的状态通过那个所谓的compare and swap的这种这种原子操作把它把它进行那个那个状态的质变 那这样的话如果有并发的那个调用的话这样的话后续的调用其实就不用再进行系统调用嘛 就只有一个就可以了那把它唤醒之后再把它重新这个状态给制为空 然后下一次别人想要再调的时候又可以继续写这样的话就是相当于说在理论上是可以减少这种并发调用的这种减少那个系统调用 那这是一个这是一个改动吧 那这个为什么印象深刻呢 是因为是因为是因为一开始一开始就是就是对我这个代码的是那个是那个印然后他他一开始其实他的他的态度不是很 呃就不是很很怎么说呢就是他他一开始是比较怀疑说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呃有没有必要做 哦当然所以因为因为他考虑到说确实现在这种这种说所谓这种冰花调用的在就是这个runtime他的那个冰花调用 其实啊目前来讲可能说不会特别多 就是有没有必要这么做对吧就是你引入这个相来说引入那个代码代码复杂性嘛就是你把这个这个过程给变得更更复杂了 对然后然后然后当然我我我我其实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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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他他他他这个观点的嘛 对但是我我依然还是坚持说这个东西还是还是要加 因为我们现在因为我所以我当时就把那个把我自己的那个想法就说给他听嘛 然后然后然后我就呃就持续的跟跟跟跟那个ean在在在在进行讨论啊 就是就一直就就这个观点在在进行讨论 然后然后然后因为我我的观点就是就是runtime他他他他其实还是有潜在的这种潜在的这种可能性会会会会会出现这样的这种局面 就是需要在需要可能可能需要多次的去去去去进行唤醒 然后也有可能是在那个在短时间之内那这样的话我就一直到后来后来就是不了了事了 后来就是这个讨论的最后其实就像就相当是双方各执一词吧 就是后来就是后来ean的态度也变得比较比较暧昧吧 他他他他觉得也可以他觉得说这个确实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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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ea可能可能确实是可行的 就是说呃也也也应该有潜在的好处吧 但是他还一直有一点就是哪捏不定就是他也不太确定 就是说呃说因为这个这个说这个说如果引入的话 其实其实不太容易就不太容易说能够很很很明显的可以看到 就是说你这个合入之后很明显的就可以看到有很性能上的提升 好像也也并不是这样但是确实是会有一个比较潜在的一个好处 就是理论上的一个好处所以他也有点拿捏不定 但我也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服他 所以那个时候而且这个东西也很难测试就是你很难去模拟 很难去去模拟这样的场景 这样的场景所以后来我我自己也搁置了 所以这个东西大概有搁置了有半年多 嗯 那后来那后来因为我呃因为我我这边的话 因为我也我也用其他语言 后来我我在用那个加瓦里面有一个框架 叫做叫做nate对吧 就是加瓦里面应该现在是应用最广泛的一个一个网框架 对一个网框架 我们用这个东西的时候因为我用框架比较习惯 比较习惯就是说有一个习惯就是想起习惯去看他的圆码 然后后来我在看的时候我就发现 哎他里面有一个比较相似的 就是跟go这个这个runtime这个地方有一个比较相似的一个地方 就是也是他也是因为像因为现在这种我所谓的网络框架 不管是什么语言他其实主流还是基于说是我们就说那个linux平台 是基于那个linux平台的epal嘛 那那nate加瓦的那个nate 他也不例外 所以他用的也是这个 然后我在看那个地方的时候 哎我发现他有一个 就是他他也有一个需要唤醒这个epal实力的这个需求 然后他也他这里面也做了这个也做了跟我之前网购里面在网购那个提的那个那个提的那个那个pr 跟我的思路就是基本上本质上一样的 所以我看到这个东西之后哎然后就启发到了我我就觉得可能可以用这个东西来说服来说服来来说服一人 所以我就把然后然后我为了保险起见 我记得我当时好像还去因为这个启发了我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就去找其他语言的这种这种网络框底层的这种网络框架 比如说C语言的C++的还有其他语言的然后我都去找了一下 后来我发现哎其实还有蛮多确实都有都有类似的这种这种思路 所以我就把把这些东西收集一下 然后就是啊在在在在那个pr里面就是重新激活了一下 然后就找那个ian就把这些东西发给他看了一下啊后来后来他确实是是被我说服了 因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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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之前就已经其实已经被我说服了差不多 但是还还处在一个最后的一个不太确定的一个阶段 因为他他也觉得说这个加进来可能确实也是啊他觉得应该也是有好处了 但是他也还没有一个很强有力的一个观点去说服他 那后来我把这些东西收集起来之后给他看一下说其他那个语言其他那个他们的网络框架里面也有类似的那个设计 然后我记得我当时给他说的就是说他们有这些东西就其他语言里面有 然后我跟他说说就是我们从结果去推导他们这个去反推这个过程就是说 因为这些都是很广泛使用的网络框架那既然他们已经加了这个东西 那我就是那我可以合理的猜测就是说他们很有可能是在实践的过程中遇到 可能是可能很有可能是注意到了这些问题或者遇到了这些问题 然后加入这个东西之后发现他们引入了这个东西之后 就是可能看以前看到有有这么一些问题 然后引入了这个东西之后确实会有一些性能上的一些优化呀 或者说是一些好处 对 那后来那后来那个验就就应该是被我说服了 我我记得所以后来这个东西 啊 那个PR就顺利和入了 那这个是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PR 因为什么印象深刻 因为刚刚可能可能这个过程的曲折 嗯 呵呵 就是就大家可以了解了对吧 那那这个给我的一个启发就是很 我觉得对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很很 很很重要的一个启发就是这种过程中我我就是我 我意识到了就是就这个东西啊就是就是因为之前都是那种很简单的那种修改吧 很简单的就改一点的东西对都比较顺利的就合入了 那这个东西我我第一次遇到了一个一个阻力或者说一个一个挫折 但是最后还是顺利和入了那这个整个中间的这个过程中我自己去去自己去那个复盘的时候我就想啊 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非常难得的一次企业就你整个过程中间 可能我一开始也也已经差不多要放弃了 然后 然后 因为因为后来就不了了之了嘛就是双方各执意思 然后大家都没有办法说服彼此 那 那呃 虽然最后说可能可能那个reviewer他他他他已经他已经基本认同了你这个想法 但是你并没有给他就是最后一击 就是没有给他一个很强有力的一个一个观点最后的最后的观点 就是可以可以足以驱使他说啊他作为这个maintainer他愿意去帮你把把你的这个这个代码合进去了这么一个最后的最后的一个很强力的很强力的一个的一个观点就是一个论据可以说服他那那个时候其实我也放弃了 因为我自己确实也想不到了想到了说有有怎么可以可以我还有更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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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力的那个那个论点论据 所以但是后来我又在在在在学学习在学习其他语言的那个过程中反而反馈到反补到了那个购语言的那个的购语言这边的那个那个代码贡献这边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事情 所以就是说这给我的启发就是说人可能就程序员吧 程序员就不能不能说把自己固固定在某某一个技术站或者说某某一个方向某一个点上面 就这样就通过说所谓的你可以拓换自己的眼界 然后你有时候有时候在一些可能没有关联的一些事情上 反而有一些很奇妙的一些联系就是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就是 因为我原来是想着给够去贡献这个东西 那后来遇到那个阻力之后 就是我割制了割制的期间去去在学习其他语言的那个过程中 得到了启发就找到了这个关联 然后就反补回那个go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很很奇妙的一个东西 所以就这个就是说当你去拓宽自己的那个领域 拓宽自己的那个世界的时候 可能就会不经意的可能会会会重新 会重新回到回到回到原来的地方 对这个是这个是最深刻的一次的那个那个贡献 那你觉得影响力最大的一个呢 影响力最大的应该还是那个网络相关的一个 就是就是有一个linux台上面的一个 还有零拷贝的那个东西就是就是因为 因为go本身其实已经支持了一些 就linux的一些一些零拷贝的一些一些场景吧 像是之前就是在我那个贡献之前啊 应该他是支持那个tcp连接到另一个tcp连接 之间的那个那个读写那个IO读写 还有包括那个所谓的unix 就是这种本地socket到tcpsocket的IO的零拷贝 就是数据之间的那个拷贝 还有一个就是支持的那个文件 就是磁盘文件 磁盘文件到那个 磁盘文件到那个tcpsocket的这个数据拷贝的零拷贝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文件 磁盘文件和磁盘文件之间的数据拷贝的这个零拷贝 那后来我这边就给他 我这边还有就还有剩下的几种场景是没有支持的 因为像在linux上使用最广泛的三种流数据 流数据的这种属性的这个 叫文件描述符 或者就是其实就是tcpsocket 还有那个unix的socket 还有就是磁盘文件 也就是这个file 这三种 然后我刚刚说的那个就是go 它原先已经支持了四种 就是tcpsocket到tcpsocket 然后unixsocket到tcpsocket 还有就是文件到tcpsocket 还有就是文件到文件 就是这几个方向的那个IO拷贝 它已经实现了那个零拷贝 那还有我后来给他做又做又加了两种就是 就是tcpsocket到那个文件 以及那个unixsocket到那个文件 因为这个场景其实它也是一个实际存在的一个场景 就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场景就是我们的日志上报 就是上报就是比如说它是通过 它通过我们的远端的agent也就是client 就分布在那个客户端设备里面吧 然后它会有一些大量的一些 就是在各种各种各样的不管是游戏业务或互联网业务 它会有一些数据的一些上报 然后有一些然后有一些简单的一些就是日志处理的这个服务器 它就会有它就会会有一些它就会有一些处理逻辑是把这些东西存到暂时先存到那个那个那个本地的那个服务器磁盘上面去 就原封不动的把这些东西存到你的磁盘上面 然后会有一个另外的一个所谓的一个agent或者说是一个数据采集者 就是所谓的data collector 然后把这些磁盘文件在固定的某个地方 然后把它这些东西消费掉 消费完传到那个先进行数据采集 然后传到那个日志系统里面去 就大概会会有这样的一种场景 那这样就是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 它就如果你能就是也就是说我们是TCP Socket到那个 磁盘文件的这个这个IO拷贝的过程中 原先是不支持零拷贝 那如果能够支持零拷贝的话 那整整体的像这样的一个场景就会有一个质的飞跃 就是一个性能会有一个质的飞跃 所以后来 所以因为有这样一个现实的一个基础去支撑 我后来我就去把它这个东西去在go里面去给它支持了 去给它实现了 实现了这一部分 当然这整个过程也是非常曲折 因为它那个东西很难在在在现有的 在有一些那个可以说是go它以前的那个技术在吧 就是它一开始那个设计 就是并没有考虑到这种情况 就导致这个东西就比较难做 所以在做的过程中 就是一开 后来也是EAN EAN在review我的代码 那一开始 我跟他讨论了很久 一开始 EAN他自己也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思路 所以他大概也只是天马行空 然后就是很发散的 就给了他的一些想法 那后来被证实很多想法都是没有办法走通的 那后来我就包括从他的建议里面我自己也去 我自己也去想自己也去考虑 后来也是不断的修改不断的修改 后来就找到了一种方法可以实现 但这种方法就是很复杂 很复杂 改动也特别多 就是 因为中间就涉及到可能 就不仅仅是网络相关的一些东西 还涉及到一些需要改动到Runtime 他那边的一些代码 一小顾问代码 那后来单确实最后也跑通了 他这个就work了 但后来这个方法就是后来有另一位 Go Team里面的成员 然后他也加入这个讨论 因为最后我们跑通之后 其实EAN已经 就已经同意合入这个代码了 但是后来Go的这种review的策略变化了 因为从早期的只需要 其实只需要有一个成员 同意就可以 后面就变成了说 需要至少有两个Google Google的Go的Maintainer 同意了以后 你才能把代码合入 那后来 这个一开始 就是我们第一个方案跑通了之后 EAN应该是已经同意了 那后来有另外一个 有另外一个成员 就另外一个Member 就是Go Team member 他进来以后提了一些 他自己的想法 他提了一些 因为他觉得这个第一种实现太符了 而且 改动的地方 设计改动的地方也有点多 如果他觉得这样 他可能有他自己的一个考量 或者说他自己的一个 他自己的一种 一的一种观念来看的话 就他不太喜欢这种实现 所以他就参与到讨论之后 然后我就和他一起 又开始讨论有没有新的比较好的方法 那后来就是在不断的讨论过程中 确实就是出现了一种 大家三方三方我包括那两位 reviewer 都认同的一种方法 确实是思想火花的碰撞 然后就是出来之后就是 然后大家都同意了 然后就也比原来那个方案要简单许多 最后也就合入了 对 所以这整个 这个可能是会 影响会比较大的一个改动吧 因为说实话 其实大部分互联网业 其实他主要主要受益的一个地方 其实还是网络IO 就其实都是网络服务 那这样的一个Linux上 平台上的一个网络 网络IO的一个改进的话 我认为应该是会有 比较广泛的 那个应用基础的 而且这个还是属于是 无声无息的 使那个gode使用者受益 因为他们并不需要 因为并没有 并没有设计到API的改动 也没有需要新增 新增的API才做这个事情 其实是在原有的那个API里面 去进行的那个 底层那个优化 那可能对于很多 之前就已经在用这个场景的 那个gode的使用者来说 他可能就升级了版本之后 可能就意外的发现说 突然会有一个 他的服务 就是如果是刚好 刚好就是击中了这个应用场景的话 他可能就会发现说 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性能的一个提升 我其实听下来发现 包括你这一个印象很深刻的改动 和一个影响的比较大的改动 其实都属于特殊场景下的优化 对吧 因为像你说第一个 第一个Commit里面 其实你们彼此之间没有办法说服自己 说服对方 是因为 对方双方都没有看到一个比较强有力的证据 对对以前是一般情况下是说我们可能做一个做一个性性能测试 然后那么我们会有一些数据来结果来支撑这个变化 然后那当时是没有这种 性能测试 对 因为前面提到了 就是这个场景它很难模拟 就是不太好模拟 因为它涉及到 它涉及到 它涉及到 是那个Runtime里面的调用 那这样的话 其实它就不像是一种所谓的 怎么说呢 就是比如说你可以像其他的一些优化 你可以写一个 写一个Benchmark 就是Go它本身的工具链支持 其实你就是 如果你只是说你优化是某个函数 对吧 某一个函数 某一个 某一个Go公开的API 你可以直接写一个去测 但它 但第一个的 我刚刚提到的 就是那个Commit 它是因为 是因为是 是那个Runtime 它内部的一个改造 也不是改造 就是它Runtime 它内部的一个 它内部的一个用法 那这样的话就很难去模拟 很难去模拟 这个场景 所以当时也是 其实也是没有 因为没有办法做 那第二个的话 第二个其实跟第一个还不一样 因为第二个并没有说 有观点上的争执 第二个并没有 并没有观点上的那个争执 因为第二个其实 其实从一开始 就是Reviewer 其实是很 就已经是认同 说这个东西 本来就是 一个 一个 一个会 一个性能优化嘛 然后一个 网络方面的一个性能优化 而且是 而且 而且也是实实在在的 有那个 比较大的那个性能提升的 这个是可以做那个 性能测试的 这个 我一开始也 也提供了一些性能测试的数据嘛 所以这个 其实一开始 并没有那个观点上的 就是 就是说 应不应该合入这个代码 应不应该做这个东西的 这个 这个 这个没有 这个一开始 其实大家都 其实双方都是同意的 双方都是认同 只是说 这个这个的曲折 是 是因为说 因为 因为Go它原先的那个代码 说是 可以说是一些历史 历史的一些技术 不在吧 就是一开始没有设计的特别好 所以要 现在要 要去改这个东西 要去加这个东西的话 就比较难加 所以后来就是因为 所以 这个的曲折主要是在于说 怎么用 怎么想到一种更好的棒 更好的实现 来完成这个改造 对 对于 对于说 这个的 是不是是否有真正的性能提升 这个是 这个是没有 这个是没有 这个是没有质疑的 因为我 我一开始已经做了那个 性能压策的那个数据给它 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 使用场景是不是 是不是存在 这个也是没有争议的 因为它这个场景确确实实是 确确实实是 是 虽然不能说是所有人都会用到 但确实是有很多 好 很多 很多 这个现有的业务是会使用到 所以 这两个的 这两个的都很曲折 但曲折的那个原因不太一样 那我们的上半部分就先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半部分将给大家带来 购贡献者峰会的所见所闻 谢谢大家